我想着 他有的 我也有 我就二十四小时 坐你的专载司机 这样 他就不会再来烦你了 我上一本线了 我要赶紧告诉半妈 我的女工分数太低了 夏合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 被阳性附体了 完蛋 搞砸了 十一不喜欢这做派 我笨死了 十一 你格局小了 这老夏特意给你准备的惊喜 刚买的车 还有这些特意给你准备的 这个还是新年的 你喜欢你 前段时间神神秘秘的 原来是在搞这些啊 你们两个到底在搞什么啊 你们两个到底在搞什么啊 走吧 小雨 奇奇怪怪 老夏 我们肯定在买手了 我就不应该听你这个 刘吉三年老学渣的废话 这都不叫惊喜 什么叫惊喜啊 十一 你怎么了 看起来不开心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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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 你先去查分数 我等你 嗯 十一 十一 好 好 好 对不起 让你误会了 我就是 你学什么不好啊 学杨心富二代的做派 尴尬死了 我就是看不惯杨心仗着有车有钱 去骚扰你 我想着 他有的 我也有 我就二十四小时 坐你的转职司机 这样 他就不会再来犯你了 我没想到 你不喜欢 对不起 是我太笨了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没照顾到你那个安寿 这闷葫芦 今天怎么这么知秋 对不起 我怎么那么笨呢 对不起 小雨 怎么样 结果出来了没 你闭嘴 他 他怎么了 很明显 没有考好 小雨 不就是一次考试吗 大不了明年在证了 你得了吧 你考了三年都没考上 还这么乐观 你又去哪儿啊 老夏 你不查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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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